LWGCA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第一篇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设立背景 今天,地球的气候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严重的安全问题 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首脑认识到 只有实现绿色产品发展才是能够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唯一方法 因此,1985年联合国和世界领导人签署 国际协会公约1985年维研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和气候变化公约 参加签署公约的国家有197个国家生效于1994年3月21日 绿色技术产品发展的实践是全世界人类的重要责任 绿色技术产品的实践被定义为 保护公共利益的强制性国际条约法 为了使用该宪法,从2012年开始注册登陆针对这一问题 IOWGCA宪法受托人经过长期的研究得出结论 通过具有国际自治权的气候环境宪法建立国际组织 并经过20余年的努力完成气候环境宪法 使用国际绿色认证的绿色技术产品的 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国民享受自惠国待遇 这促进了G20G77最贫穷国、岛屿国和部落国使用 绿色气候机构GCA宪法的进程 2013年气候环境宪法遵照国际公益新托法 在北纪联邦政府受托注册并设立了国际气候机构GCA 为了执行国际公务机构名称确定为 IOWGCA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orld Climate Association 同时确定了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IOWGCA宪法正式启动了国际绿色技术发展的实践和公务 第二篇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IOWGCA宪法 包括有关气候环境的国际法和维也纳公约等条约法 根据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自体宪法 对发达国家G20和发展中国家联合体G77 及对贫穷国、岛屿国对气候环境和人类 带来极大影响的一切有机体、无机体的监察监视、指导教育 共同调查来实践二绝全世界的绿色技术产品企业等 因此IOWGCA是通过国际验证认证支援国际绿色产品的实践 来履行人类命令共同体使命的国际组织 IOWGCA真章及台扁台扁中 有教育理事会、期货理事会、监察理事会、金融委员会 FMEN理事会机构理事会、验证理事会、认证委员会 IOWGCA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在WH国际法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及联合国 ILC中被确定为ICC国际形势裁判所法令 以及ICC国际商会关联的国际法包括仲裁裁判所、气候环境法、海洋法、国际商务法、行事法、国际条约法、FPA国际知识产权法等 为全世界所有国际法和国际协约作出全面的担保 IOWGCA的监察团将全面配合世界各国与新绿色发展组织世界 这是机构宪法目标事业第37条规定的加强实施与 全世界司法机构合作协助调查的章程 为此严格监管全球所有可能会造成环境危害的因素 此外 在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以国际法和条约法为基础包括灾害和安全管理领域 并以IOWGCA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机构宪法为章程目的 欧洲能源法第一卷和第二卷 由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考试界出版 并以IOWGCA宪法的国际能源出路中公布 IOWGCA宪法是APS的领事馆认证的 强制性绿色法律对气候环境温室气体减排 国际法和与此关联的国际金融GAM全球资产管理 国土交通建筑及基础设施建设 物流医疗技术产业 资源开发新能源 水资源管理 国民健康 绿色技术产品期货 利用外费资源技术产品的期货交易 摊排放限额交易 股票期权 资产管理等有效约束 制定行为标准的国际法律章程 IOWGCA利用外费和外费资源技术的期货交易产品 提供国际律座基金的融资管理 并支持在国际律座 鉴定 验证 国际公正后 加注XCO领事馆认证 支援世界各处的IOWGCA注册的业务运营单位 此外 IOWGCA还授权每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和学者 进行国际验证工作支持他们开发研究推广和交易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 第三篇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介绍 2013年斐济联邦政府担任G77的议长 国斐济总理当时担任总议长 国际组织世界气候机构 IOWGCA在2013年3月13日 当地律师事务集团根据会议录7号决议委托申请 料国际组织宪法 再根据会议录12号决议将扩充的宪法受托并取得了认可 2013年6月18日 G77一掌握的斐济联邦 根据国际公共服务信托法 受托了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同时用电子通信文公布于全世界 并在国际组织GCA正式登陆公务名称变更为NGOWGCA 之后正式开始实践国际绿色发展职责 在G7G20和G77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也根据国际法 得到公证和领事加注证书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韩大使馆认证了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中国大使馆通过中央政府 中国司法机关验证后最终认定为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并予以公正 IOWGCA通过司法机关公正的部分中文资料 大韩民国因2005年5月20日 根据总统执行法令 执行规则第18818号地方政府法 被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同时 在地方政府也可执行政府机关的公务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用会议记录7号决议 原件委托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正式登陆在宪法目标项目的所有领域 获得许可主要执行部门 有12个代表部 14个总部 72个支援机关 全球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并已开始面向全世界各国运营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在韩国产业 分类中注册为国际及外国机关 国际及外国机关在警察科学词典中被定义为国际组织 IO因此基于国际法的 IO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 宪法本身具有作为国际组织的独立自主权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与章程 在2018年5月刊登在韩国最佳月刊法律杂志 上向公众开放韩国法律系统通过全国的电子图书馆公开 通过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东京大学、浦山国立大学和韩国大学 电子图书馆以及1467个新闻媒体和80家法律部门 信息企业Long韩国首尔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传播到国内外 此外欧洲能源法第一卷和第二卷由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 考世界出版并被纳为国际能源法 该法附属于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章程 2018年4月27日南北版门店宣言以及2018年6月12日 朝美首脑会的成功举行 记载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目标项目第20项的 BMG和平公园建设项目已做好了完善的技术储备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是一致国际条约法和 WIPO世界知识产权里记载的国际绿色技术 学术以及气候环境问题的理念思想哲学作为基础 它具有独立自主权因此获得此宪法使用权的国家受法定独立的待遇 2000年8月到2012年2月开始涉及对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法 以及为实践国际条约法的气候环境宪法 宇宙改革Changing Cosmos法人登陆 验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发提案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设立准备阶段 LWGCA国际组织各国代表 LWGCA国际组织各国代表刻意记录 LWGCA国际组织总部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全球总议长李宇成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全球总代表法人朴延诗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全球总设计师 议长金成文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中国总部首席代表胡言龙博士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外交行政大使王延博士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天津总部代表沈宰华先生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IGC对额贸易世界总部主席刘瑞强先生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国际绿色基金银行主席蔡明作先生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上海总部代表沈臣 福建生总部议长刘少丽 河南省总部代表乔廷杰先生 广西总部代表钟云波先生 东北三省内蒙古哈尔滨总部代表严玉琴先生 河北省总部代表魏晋琴先生 秦林省总部执行主席森大亮先生 东北亚世界总部秘书长吴贵心女士 东北亚世界总部秘书处退长何鸿彩先生 东北亚东盟总部深圳总部 哈尔滨总部天津总部上海总部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东北亚福建总部 LWGCA国际组织全球免签护照 LWGCA主权货币商标 LWGCA欧洲设可证商标志策证 LWGCA中国知识产权志策证发明专利证书 还有菲律宾菲基韩国柬埔寨马来西亚马里尼泊尔蒙古 LWGCA股份公司许可证 LWGCA国际律师资格证 LWGCA国际绿色鉴定是资格证每个专业领域的资格 LWGCA国际外交大使任命书 LWGCA国际绿色技术验证时资格证每个专业领域的资格 LWGCA国际绿色验证委员委认书 LWGCA国际绿色验证监察委员委认书 LWGCA国际绿色验证监察证执照总览 LWGCA国际有形遗产证书国际记录遗产证书 国际非遗传承导师证书 国际非遗传承技术师证书 第四篇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主要严格 2013年3月份发展中国家联盟G77 130多个加盟国、一掌国在斐济 根据国际公益信托法 受理添加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后机构宪法 2013年6月份根据会议录12号决议 以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受托 并正式登陆国际组织GCA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以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公布于全世界 包括G20G77第三世界国家贫穷国、岛屿国在内 并且为了便于执行国际公务 名称变更为IOWGCA 2013年12月根据韩国环境部及气象厅管辖的 非印立法人的监督 按照有关规则第四条 在青上北道大丘以总体性担保完成了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及宪法目标事业的许可 2014年4月在全罗南道光卓广律师 以总体性担保完成了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及宪法目标事业的许可 2015年G20G77加盟国的中国在司法部验证后 用宪法公正、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2015年5月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 与中国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下辖经济研究所签署了合作契约 2015年8月与中国31省等支援议长才合作 2015年12月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 与山东省四水泉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关系 2016年5月与河南省平鼎山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业务协议 2016年6月与中国低碳产业投资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 2016年9月包括200多个国家参加了中国国务院提准的 河南省第六届世界华人企业家论坛宣言国际组织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第六次产业革命 与中国低碳投资中心以全球绿色成长领域作为总组担保 签署的国际协业公文 应中国保健协会邀请 参加了在中国青岛市举办的中国保健协会论坛 2016年9月与山东省日照市五连线人民政府签署了合作关系 2016年10月举办了韩国首尔汉江三光岛医疗健康文化论坛 与重庆市企业家协会签署了重庆市新村建设项目协议 与中国四川省武协清晨武术研究会签署 太极治医项目协议与中国上海治海科学院及智能城市主席签署医疗健康协议 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签署有关教育合作协议书与中国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签署项目协议 2016年10月与中国国务院下辖农业金融委员会签署合作关系 2017年5月在中国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与中国地盘投资中心和中国国际号律师事务所签署协议 2017年5月同世界宣言了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实践知识产权管理国际学位及国际资格领域国际绿色技术 产品企业验证认证全球绿色成长等国际协议 2017年7月在非洲马里登陆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以及IOWGCA的使用许可 马里总统和IOWGCA共同向法国、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家 发送国际合作邀请公文 2018年2月在联合国EU立长国的奥地利政府下辖通过审批后 登记了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事务局IOWGCA-IAD-EU 针对全世界完备了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及全领域绿色成长战略方针的前哨基地 2018年5月登记注册了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马里事务局IOWGCA-IAD 为落实非洲等60个国家全包围承认 助力国际绿色实践与全球绿色成长的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规定的43个项目 2018年5月18日根据中国政府一带一路西口ICC法规及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 对于宪法目标事业等全球性绿色成长的所有领域以总体性担保签署国际协议并向世界宣言 2018年7月最终49个国家已知通过并承认了FTA字有贸易协定 2018年7月12日被中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三星省南洲市自由贸易示范区的正式邀请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邻近十个国家共同向世界宣言 英国WGCA宪法目的事业支援业务和支援全球绿色成长协力全世界一带一路区域等国际协议 2018年7月15日在甘肃省兰州市自由贸易示范区向世界宣言了国际绿色技术产品企业实践和全球绿色成长实践 2018年7月9日在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下在广州与中国支的总会及150个国家 中国经济贸易总会签署了有助于实践全球绿色成长的国际绿色验证认证的技术产品以及企业的国际协议 2018年12月通过全球绿色成长和国际绿色技术产品企业的验证及认证与尼泊尔政府签署了 国际绿色技术产品实践及全球绿色成长的国际协议 2018年12月与中国全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联盟签署通过认证的国际绿色技术产品企业验证 国际绿色技术产品实践及全球绿色成长不可撤销的国际协议 2019年3月与中国政府一带一路SEECO和丝绸之路 登黄博览会网络公司以全球绿色成长全领域作为总体担保 签署国际绿色技术实践及全球绿色成长的国际协议 2019年4月印马里外交部的邀请遵照国际法签署绿色成长不可撤销的国际协议 2019年4月11日签署共同建设且协助运营马里工艺广播项目 签署金融机关大厦的开发与运营项目 签署教育机关的建设与运营项目 签署农业机关的建设与运营项目 签署建设开发国际组织绿色都市一到三处项目 签署共同开发建设国际组织非洲联邦大厦 土耳其的IO-WGCA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办公大楼级 土耳其内务部机构局登陆号06124078 2018年12月IO-WGCA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 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者联合会中国文教所 大国将士研究院签署的IO-WGCA宪法同意 及国际绿色科技商品实践的国际协议 第五篇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绿色基金 期货交易所设立成员执行委员会 设立了12理事会包括期货理事会 监察理事会认证理事会 验证理事会教育理事会 金融理事会几支理事会 大大陆理事会技术理事会 产品理事会企业理事会 72执售机构理事会 期货交易所包括线上期货交易所 和线下期货交易所 十四本部有七部七处 IO-WGCA纪念笔 IO-WGCA绿色基金包括有大陆国家本部银行卡 绿色积分卡 无线能源总部全球银行卡 艺术品银行卡 欧亚总部世界银行卡 国际绿色基金银行卡 IO-WGCA级小物IO 第六篇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绿色认证 IO-WGCA绿色认证 IGC国际绿色技术商品 减认证流程 IO-WGCA绿色认证国际组织绿色气候机构绿色通道流程 一申请IO-WGCA国际标准绿色认证 二各国家检验机关检验程序 三IO-WGCA IGC批准 四IO-WGCA IGC技术产品企业服务注册 五IO-WGCA IGC绿色产品保持仓入库 六报关通关与各国相关政府机构签订的国际协议 七运输机场海上路上物流 IO-WGCA指定绿色企业进行入库物流报关通关业务 八关税通关通过每个国家的IO-WGCA管理 机构清关 九个相关国家 十要厅通过与所在国相关部门协助进行未流通许可事宜 十通过交易所流通 线上线下供货 根据相应国家国际公约 通过IO-WGCA领域各交易所流通 十一,在中国欧洲等全世界国家范围进行配送 IO-WGCA绿色认证 一,IO-WGCA国际标准绿色认证为F7到F1阶段 二,IO-WGCA国际标准绿色认证管理和保护 WTO会员国G20G77部落国家岛国等全世界绿色 技术商品以比现阶段更好的清环境引导为目的 三,所有以上品为例 分期阶段认证持续支援和管理 四,细化标准各个国家因环境政策因素而有部分区别 可通过各国IO-WGCA检验机关按照适合性授予绿色认证目录来标准分数 五,最初以国际标准绿色认证时EF7统一授予平价一年的进出口业绩和投资技术发展过程调整等级 六,其他具体内容按照IOWGCG宪法和法律 OWGCA IGC国际标准绿色分类代码 IOWGCA国际标准绿色产品和服务认证 为帮助了解各个国家国际进出口用于商品的分类和关税等通用的HS编码构成HS代码 使国际通用的六位数字后四位数字是按照各个国家地区使用 IOWGCA国际标准绿色商品和服务分类代码以六位数为基准使用 积极发掘全球国际标准绿色商品构成丰富且多样化 国际标准绿色认证对国际标准规定 至关重要 并根据此规定为基础来制定碳排放标准指标 IGC认证和知识产权 DASK的指标为了能在全球范围内 以国际标准碳排放权范围的国际绿色金融的运营 第七篇IOWGCA新加坡交易所 IOWGCA新加坡交易所注册这名文件 以上是IOWGCA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一些大概介绍 谢谢收看 D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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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K